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节目组一上来就给嘉宾们准备了五道交通安全知识的题目 让嘉宾们完全作答 周深这边拿到题目就开始非常有条理的分析了起来 一看那就是逻辑思维非常缜密的选手 一看周深这架势应该是在学校当中就是学霸一样的存在 虽然周深并没有考过驾照 不过对于节目组准备的问题 每一道题周深都分析的是头头是道的 可能这样的分析对于一些逻辑类型的问题会有所适用 但交通安全这样的问题分析的再多也无济于事 最后答案揭晓一共五道问题 周深全部答错 这就是真正的成功的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 周深最后还表示 觉得自己刚才的分析头头是道 看来呀交通安全知识真不是靠逻辑分析就有用的 还是得靠努力的学习下考知识呀 科目一就难倒了不少人 小鬼自创rap被考题争分夺秒 马上就要考试了 无一才发现自己没带身份证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够忘记 也是心大啊 吴轩宜为了科目一考试已经很努力了 但考场上还是记不住 考试结果一出来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抽 过了的学员开启了唠嗑模式 而没过的学员是一脸的无奈 只能够下次继续努力了 对于考过科目一的学员们来说 这只是开始 后面学车才是重点 看完了教练的上车演示 周深 霍尊等人开始轮流展示上车姿势 这对周深来说是个扎心的环节 调好座位之时 周深被教练一句 这和身高有关系给伤害到了 隔着屏幕都能够感觉到 周深对于学车的恐惧 明明是一把用来唱歌好嗓子 一开车都吓出了羊叫声 听着周深学车害怕发出的羊叫声 真的是要笑疯了 不过也真的是为难他了 学车的恐惧这一点我们能理解 相比之下霍尊的表现就完美了很多 刹车流畅 开车的时候也没有像周深那么紧张 看起来还是很自然的 但是没想到在下车的时候 还是被教练狂怼 原来啊 因为他下车关车门的力气太大了 被教练狂怼 是要把车给拆了吗 看教练一脸无奈的模样 也是不容易啊 大概是因为霍尊人高 力气也大 关门的动静才会像拆车一往 他表示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周深学车害怕发出羊叫 霍尊下车被教练狂怼 学车也太难了吧 尤其是周深学车的时候 在教练的目光注视之下 没有踩梨盒就挂挡 那场景还是有些尴尬的 后面周深发出的环绕立体式的羊叫声 估计教练都已经叫怪不怪了吧 看来明星学员学车真是太难了 周深的害怕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唱歌的嗓子居然被吓到了发出羊叫声 霍尊下车就被教练狂怼 也是不容易啊 周深从默默无闻到现在参加各大综艺 从2018年12人心中的异曲《孤独的牧羊人》 让我惊艳 八度大跳的快速交替 真假声无间交替的约德尔唱法 后天训练和先天优势的浑然天成 整体是如此的灵动可爱 这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周深 周深是谁呢 或许你多多少少都遇过他的声音 或者是听过他 他的大鱼一亮丧 空灵飘渺的歌声会让人发自内心的赞美 有人说周深的大鱼堪底是原唱 慢慢的越来越多人才知道 原来周深本就是大鱼的原唱 大鱼最开始是要给王妃唱的 后来资金各方面没有谈妥 大家一时就乱了阵脚 愣是想不出可以顶上的 你知道一个人叫做周深吗 刘同开口了 他不红 但是特别好 导演拿不定主意 他听说过周深 但是他不确定这个人能否担得起大鱼这首歌 不管怎样 试一试总是好的 结果呢 导演拿到Demo那么一听啊 印象深刻 歌声里那种飘远清澈 模糊了男女唱腔界线的虚无味道 特别适合大鱼海棠 直到后来周深才说啊 这首歌是他误在被子里面录的 录完就扔过去给他们 没有想到惊为天人 这就是周深 他的嗓子清透高远清脆 一字一句 仿佛是脆珠落入浴盘 一颗一颗穿尘线 滴答落地 但又不像雨水那一般的粘稠潮湿 他会为你打开一扇想象力的门 让你进入到演唱会当中 那个不存在于现实的世界 记得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部电影 触不可及 周深为这部电影演唱了一首推广曲 这首歌和周深以往的空灵抒情风格不太一样 这是一首属于流行摇滚风格的歌曲 融合了摇滚 电子 流行等元素 周深在这种风格 以及中英文歌词之间自如切换 这首歌是始于柔情 又热血不羁 节奏感超然的流行摇滚 他将生活中积极的正能量展露无遗 周深的演唱在委婉细腻的基础之上 也更多了几分力量 让你不禁感慨 原来他的声音也有无限可能啊 周深并不是一鸣惊人 那个网络平台上用九种语言翻唱的卡布女神 那个初次面对于镜头时黑黑土土的男生 那个唱遍了国曼OST的国曼吉祥部 他用了六年的时间 最大限度的努力和坚持 才慢慢的走到了今天舞台的中央 《冰糖顿雪梨》是2020年一部以青春爱情竞技成长为主题的电视剧 看了十几分钟 实在无能为力继续坚持 这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披着职业外衣的言情剧 《雪花落下》是这部剧的主题曲之一 这一首歌曲由萨鼎鼎作曲 并且担任音乐制作 周深用它细腻且包含情感的声音 江雪花作为思念的载体 唱出了一首甜甜的歌 在听众的耳边唱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这首歌也获得了QQ音乐巅峰榜NV总榜 以及内地榜周榜冠军 虽然周深看起来软软的甜甜的温温柔柔的 但真的很坚定 不管是一个人在异乡头儿也不回的追着梦想 还是生代小节之后没诉过苦 坚守想唱歌的欲望 初有名气时被公司拉去一个个地方跑商业 还是不断的磨砺自己音乐审美和技巧 到现在事业上升期最忙的时候 毅然决然的干自己的独立工作室 做喜欢的音乐 它都是一个目标明确追求完美的歌者 周深的歌声第一时间给人留下的印象 那就是音高 在歌唱节目里音高完全不稀奇 每年都有人调侃 歌手又称为标高音大赛 但周深的高音不会让你觉得撕裂炫技毫无意义 反而给你契合而游润有余的体验 就像是廖昌永老师评价周深的声音 不做做 有那种很自然的东西在 这不算是盛大的赞美 但是却十分难得 它嗓音的另外一大特点是纯粹 这如当年同来参加歌手节目的 日本国宝级女歌手米西亚听了之后 感叹道 它的声音像是天上下来的一样 《唐花一线语及时》 是歌手周深与音乐剧演员 郑云龙为电视剧《三千压杀》演唱的主题曲 《三千压杀》是一部2020年中国大陆古装武侠玄幻剧 根据《十四郎同名畅销》小说改编 据说这是一部毫无诚意的剧 评分也是连六都不到 据说就这个分数 还是因为赵露丝正夜成的脸 但是这首歌还是不错的 幸好我没有夜暴红 不然我的心态可能会非常差 现在周深会说 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起的心态 能够用心听我唱歌 周深希望用音乐 以超越性别超越形象的方式 去感染他的观众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图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